大家好 我是MIRROR 上次帶大家看了韓國的房子 這段期間我一直在找房子 終於被我找到房子 過了一段時間就會搬 但我早幾天已經收了房子 現在我已經在我的新房子 在正式入貨之前 即是房子還在什麼都沒有的狀態 之前給大家看 其實上次也有跟大家說過我找房子的要求 而今次找到的房子 我覺得都算符合我的要求 但不是什麼新房子 所以大家如果期望 會看到新裝修的話 就非常抱歉是沒有的 待會就跟大家說 為什麼我會選這間房子的原因 好 那我們開始 這就是大門 然後 大家會看到 有一條樓梯 這間房子的設計 是非常特別的 因為這間房子也有點舊 所以這一種的設計 就是舊設計 大家會看到這門 這就是中門 其實它有很多作用 隔一些溫度 因為韓國的溫測 即是冬天會很冷 夏天都很熱 所以它就有 還有它可以隔音 隔音隔味隔溫度 其實我猜可能很多人 都會覺得這個設計非常奇怪 其實我本身應該都會覺得奇怪 但是我完全沒有奇怪的一個點 就是因為攀東的家都是這樣的 它也是這樣上來 所以我一進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 很熟悉 然後就來 廳的部分 這個就是客廳 我覺得這個廳 真的比我想像中大很多 其實現在這個大小大概是 你覺得是我現在家的多少 這個大一本 沒有 沒那麼多 大三分一 總之視覺上是大很多 然後大家會看到整個顏色都是偏啡的 這棟牆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設計 用這個顏色 但是 潑東先生跟我說 因為其實這棟樓都建了20年了 在20年的時候 是很喜歡用這些木材的 這些是桂木來的 潑東先生跟我說 我本身在看樓的時候就想說 會不會有機會可以游成白色 潑東先生就極度跟我說 不要了 因為首先第一 它是桂木 第二就是因為它有些線 有些坑的 所以其實都會煩的 所以我就覺得 OK 算 我覺得這個廳 其實是這一部分 給我的感覺有少少 不知道怎麼處理好 因為我本身現在家裡 是走一個文青 白白正正的風格 我現在的傢俬 全部都是適合白色的風格 但是搬過來的話 應該就會有少許突 所以我現在還很努力地想 究竟我家裡走什麼風格 還有我想說 其實我進來之前 我跟接觸員有要求很多東西 因為其實 說真的 這間屋真的頗舊 所以我有要求換牆紙 因為牆紙不是白色 是偏灰藍藍藍 所以整間屋看上去更加殘舊 你這隻啡色再加灰藍 其實是非常可怕 然後那時候他們用的燈 他們都是用LED 但是他們用白光 是沒有現在的光 我就極度要求跟接觸員說 我一定要用Trubexic 你知道什麼是Trubexic嗎 不知道 燈不是有分白光和黃光的東西 Trubexic就是介乎中間 現在其實很多新的設計都會用這隻燈光 因為我要求用Trubexic的時候 接觸員跟我說 裝修過師傅說很暗的 怕不怕 但我想說進來 完全就是我預期的模樣 所以大家記得換Trubexic 我給大家看看 Trubexic和白光的分別 騎樓就是白光 你見不見分別 就是藍藍 很多分別 對 但我不明白為什麼騎樓會選擇用白光 我明明要求全屋用Trubexic 但算了不要緊 其實我應該不會用這個燈 我一開始看房子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特別要求要有騎樓這些位置 但是是隨著我一邊看房子的時候 我就發現有騎樓好像挺不錯 就剛好被我發現了這裡 外面的環境又很寧靜 我就覺得我以後應該會經常在這個空間去冥想 騎樓又是有重新鋪過一些地磚 因為我始終有雨水的侵蝕 其實之前很多東西都腐爛了 所以接觸員也有幫我重新整好這裡 然後就是房子的部分 其實這次我就是想找三房 所以這裡也是非常幸運地是三房 因為我本身的計劃就是想一間房子做Studio 真的發覺工作和休息的地方是需要分開的 因為現在我的房子是工作桌和廳融合一體 所以每次Gina來的時候都會在廳裡 然後我就會做了一些東西在那裡滑飛 就會躺在沙發裡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影響我工作的效率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Studio是非常重要的 認不認同? 認同啊 不然你就會睡著了 第二間房就是睡房 第三間房就是衣服間 其實是等於雜物房 等之後可以旅行的時候 可能我家人也會來的 就可以有多一間房子給她睡 因為我媽媽其實經常都會說 我只有兩間房子 但是一間房子已經鋪了雜物 然後她又睡不到 所以找多一間房子我覺得是有需要的 這間是預定用來做Studio的 這間房子是最大的 現在就暫時未想到會走什麼風格 但是因為桌子那些全部都是黑色灰色的 所以可能應該會走一個黑白乾淨 不會令人想睡覺的一個氣氛 大家記不記得 我有張小的二人梳化 藍色的 可能會放在這裡 那這邊就可能會是一個拍攝的空間 桌子也可能會放在這個位置 如果我在這個位置做事的話 我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 因為背著 但如果我這樣的話 可以看到外面天光或天黑 然後又可以很快地出去 所以暫時是這樣的計劃 然後這裡就是第二間房 這間房子我非常喜歡 都是有露台的 這個露台就會窄一點 我想說現在真的是韓國的秋天 超級涼 現在完全沒有開冷氣 但其實有點冷 我覺得剛剛好 我一搬進來就可以享受這個秋天 我最喜歡韓國的秋天 我真的很期待 真的很想快點搬進來 因為本來這間房子我是想用來做睡房的 因為我在幻想的時候 就是在這裡睡覺 如果睡不著的話 我真的會走出露台 然後看看風景 或者照著起床的時候 我可以打開窗簾 然後看到陽光很好 天氣很好 但根據我的經驗 我的睡房是真的用來睡覺的 其實我的人真的不經常存在在睡房裡 所以我覺得睡房好像沒有必要那麼大 如果是放了雙人床之後 其實還有很多空間 好像有點浪費了其他空間 所以我就在想 這個空間可能用來做衣毛間 我想說這間房子是沒有任何收納的 所以我全部都要自己買 所以可能買兩個衣櫃 然後我本身就有一些掛衫的衣架 所以裝托可能都是需要放這邊的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日頭時間起身的話 我就可以面對著陽光化妝 因為自然光是最好看的 前提是我要日頭起身 不過很可惜就是這些討厭的管 看看之後有什麼方法可以遮蓋它 但沒辦法 因為現在這一棟是撇嵐 通常都是會這樣舊式一點 除非它真的全部幫你重新裝修 它就會幫你做得漂亮 但這間房子不是 所以看看你的取捨是什麼 這間就是最後一間房 應該就是我的睡房 這間房子也是最小的 大家一看就看到分別 這個是正方形 剛才的長方形 放了我一張雙人床 然後可能放了一個床頭櫃 這樣就剛剛好 因為這間房子是全屋最入的房子 所以應該會最少噪音 因為這邊是比較沒有那麼多人 沒有那麼多車去走的一個位置 基於這個考量 我就覺得我應該會把睡房定在這裡 面罩也是有這些 有黑暗燈的管 就會整個長一點的窗簾 遮蓋著 應該就會好很多了 雖然它這些舊 我會用我的功力把它全部遮蓋著 我非常期待自己 究竟可以把這間房子怎樣改頭換面 而且大家都看到這間房子 完全不是新的 當初我看到的時候 我已經有遇到這一點 譬如門的顏色 我真的覺得不知怎樣 我會找到方法 令這間房子變得更加好看 其實如果它可能是地板 這隻顏色也好一點 但我想說 其實地板也是我要求門的 因為它本身是鋪一塊塊的地板 也不是這樣的 本身是再深色一點的 但其中有幾塊 是真的爛了 退了位 我就說 不太行 如果我繼續在這裡住 那它會不會再退呢 但其實它跟我說 是會起了它 然後再一塊一塊鋪 它這個是一塊紙 其實這隻會沒有這麼漂亮 但Touchwood 我覺得手工也算是這樣的 做這個地的人 這就是冷色調和暖色調的分別 好 我們房間的部分就看完了 然後就是廚房的部分 那廚房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在清潔之前 其實看上去真的非常之舊 清潔之後 我也覺得比較上是好了很多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廚房是超級大 這個洗衣機 這個雪櫃也是接觸完新買的 本身雪櫃是這個位置 而洗衣機是放室外的 但有一個問題就是冬天 因為韓國冬天很冷 可能會怕它結冰 還是太冷會壞 所以就決定最後要放回來室內 但原來設置這些洗衣機很煩 因為它有水管的問題 然後專家考量過之後 就決定這個是最適合的 所以雪櫃位用來放了洗衣機 變了這裡有一個空櫃 但我在想可能可以放一些架 加一塊布遮住 看起來就會整潔很多 我覺得這些貴門的顏色有少少偏黃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日子久了而變黃 而不是它本身黃 但我覺得最好的就是這個爐頭 因為我很喜歡加速爐 我以前是會煲湯 我很喜歡炒飯 我喜歡炒東西 但用電磁爐的話 沒有鑊氣 還有你記不記得我現在家裡只有一個爐頭 現在有三個 所以大家之後就會經常看到我煮東西吃的片 這些平面的位置都比較少 例如切菜 所以我覺得我需要多一張桌子給我煮東西吃 所以我應該會買一張Islanded Table 然後呢 但我覺得這裡很奇怪 為什麼會有扇門呢 其實這裡一出去就是騎樓 但因為現在是天黑的關係 我就打算 遲些我再開給大家看 我覺得那裡有露台也算 還有一個室外的騎樓 真的非常令我驚訝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露台 就是這樣 但其實露台呢 我覺得不是特別漂亮 所以 其實我應該不會怎麼用的 那好吧 然後最後給大家看的就是 廁所帶呢 在給大家看之前 我想給大家看一下本身的樣子 就是這樣的 是不是超級舊 你看到這個廁所 就覺得 OMG 就是很舊 那樣的感覺 但其實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浴缸的位置是有些裂痕的 所以我就跟接主員說 要換了 那個洗澡的浴缸 要不然我怕滲水有什麼問題 然後呢 我看到那個玻璃櫃呢 都挺殘舊 我就請接主員幫我換這兩件 早幾天 就是裝修完之後 然後我跟普通先生過來 看什麼情況的時候 一打開廁所 我們馬上 OMG 這樣 大家看就知道了 OMG OMG 是不是OMG要出來 這個廁所 超漂亮的 完全是新屋裡面 會看到的設計 超漂亮 你不覺得超漂亮的嗎 它用黑色 它用黑色 很有感受 這個廁所 突然變得 全屋最漂亮的就是這個廁所 我想說 其實我很多時候 都想在廁所拍片 但是基於 因為本身 我現在的廁所 我覺得真的不太漂亮的關係 但是我經常強迫自己不要進廁所 但我覺得現在這個廁所這麼漂亮的 我可能 大家在我的日常VLOG 都會看到這個廁所 好像拍的 GET READY WITH ME 在它刷牙 一開始片頭 一定會是 一定會是這個灰色的背景 然後這個廁所 它是用了白光 整個地方 全部都灰色 所以它可能就算是 它打下來 你都覺得好像是 白色 我差點不記得 其實還有最後一個空間 就是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中門 剛才這裡不是這樣上來的 但是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裡還有一個樓梯上去 就是天台 是我獨立的天台 但是基於現在的夜晚關係 我也是日後才上去拍給大家看 好 讓大家看看天台是怎麼樣的 先 就是這樣 非常大的天台 喔 現在是早上的7點多 所以 很大的陽光 有兩邊 然後呢 這邊呢 是通不到過去的這個牆 如果之後有需要的話 可能在這裡拍照也OK 那之後呢 應該就會在這個位置 弄漂亮 然後就會石 可以用到這裡 對了 未算天台 未算露台 它的實用面積是23平 我覺得這間屋的性價比是OK的 算是符合我所有的條件 唯一一個 就是樓層 因為如果是宅宅 或者是辦公室 絕對是滿足不了我這個需求 我上次看到有些留言說 一個人住三間房會不會太大 但是我覺得 不會 因為首先我是長年都在家 因為可能一天24個小時裡面 我本身已經有一半的時間都在家 再加上現在肺炎 更加出不了街 因為首先我做事 我就會長年來家 由以前住一間房子的時候 就一直覺得 環境太壓迫 是會令我想不到事情 才搬去現在的2 room 但是現在的2 room 因為一個人這樣住的話 就是非常之足夠的 但是因為我有很多 拍攝的工具 或者像Gina 或者有其他人 有時候會來我家去工作的時候 就會覺得有點逼 就是所有事情都發生在客廳 其實是有一點不便的 說真的 所以這次運這間房子 就特地希望有一個專屬的空間 可以幫我工作 其實我覺得廚房的大小 都影響我煮食的次數 因為那個地方舒不舒服 才可以決定 你會不會在那個地方停留 這間房子的感覺是更舒服 最後就要來開箱 因為大家看到是沒有收納的 所以我都買了一點點東西 過來打算砌了 這個是我客廳的窗簾 我已經選了是什麼顏色 其實基本上我已經有一個概念 就是走什麼風格 我現在很期待 我不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是什麼顏色 我覺得之後大家看到我客廳 希望會下一跳 基於這房子的關係 所以我這間房子 是要走一點深色系的 我也很期待你這個設計 我也很期待你這個設計 你記得撕走這個地址 知道嗎 很重要的 大家知道嗎 其實它不是什麼 它是一個膠架 我就會放在這個 這樣 五層 這個應該會真的 fit 好高 比相當高 我只想要這樣放在這個位置 嘩 剛剛好 那我就可以放這些 洗衣粉 洗衣液 那些東西 嘩 這麼輕的 我應該是打算放廚房的 我首先覺得它的顏色很漂亮 它就是我說的深色系 嘩 好漂亮啊 這個 但是它比相當中有點矮 有沒有一個 很小 怎麼會很小 放在雪櫃旁 哇 完全是 它很小 它很小 好 那今天這個 入火前room tour 就到這邊了 那 希望大家期待一下 之後我將這間屋 佈置成一個很漂亮的樣子 但是應該需要一點時間 我是打算 我整個人進來之後 才慢慢去看一下 配什麼的顏色 那這段時間 在舊屋 也有拍了很多片 是未出的 就會一一將它們出光 之後 然後才會出新的room tour 但我覺得應該出新的room tour 之前 我應該都會在這間屋裡 已經拍了一些其他片 譬如心事台 那些可能 心事台可能要在 都要在梳化拍的 是啊 怎麼辦 好了 我會加油 會盡快完成這個 好了 今天這個 分享就到這邊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謝謝老師收看 Bye 字幕提醒你 為廣告